- 流行天候泰勒斯 近期正忙于世界巡回演出 在全球造成了现象及热潮 更推出了演唱会的纪录片电影 近日巡回进行到南美洲 并于17日在巴西的 里约热内鲁开场 不过当地碰上热浪来袭 主办方却关掉室内通风 导致室内温度高达37.8度 还为了贩售高价矿泉水 而禁止观众攜带水瓶入场 导致许多人因为高温缺水 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演出期间有大批观众高声呼喊 要求提供水 泰勒斯更一度暂停演出 在台上递水给台下观众 然而却无法阻止悲剧发生 场内一名女粉丝突然晕倒后猝死 泰勒斯得知消息后 透过现实动态表示 自己感到悲痛欲绝 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而巴西司法部长则表示 无法接受一条生命就此失去 未来将会对演出活动的用水问题 实施紧急规则